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奥乡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我是邱瑞,来看一套自住的样板房,它的位置是在Frisco,太阳太阳太阳,Frisco的西边,Stonebrook和Till的西北角,这个房现在是多少钱呢?52万5,4加3个半,3400,就是3500尺,然后建造的时间是2016年, 看树也看得出来,你看今天的月亮,那边就小学,都可以听到那孩子在那吵呀玩呀,真小学比托儿所还托儿所,小学只学习一项功课,就是放飞自我,学校都还蛮好的,就10分10分,几乎也都是全10分的啊,然后Ready的高中,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的有意思啊,是什么呢?你看啊,这个房子呢,它这明显是一个Lot,是吧?当时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它一定是这一地儿全都是房子的,为什么这要做一个小路呢?它也没有Izman,是吧?没有说是电线,什么都没有,它就真的做了一条小路, 这个简直太浪费钱,这两条路的价值,至少是20万,因为房子可能比如说50多万,它土地价格应该是10万到15万,所以至少是20万,这两块地,好,然后这个房子呢,这就有个问题啊,它的后院比较小, 所以这边呢,你看,他们家是后院是对的,后院朝这边,这套房子,后院朝这边,所以你家,这边早上又会有什么跑步,或者今天还有什么,然后这是B组的,哈,这是B组,它都没有烟囱,这样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 老王,你再烧烤来,吃的啥,烤肉,我就烦进去吃一口吧,明白了吧,那边不是后院,后院对着这边,所以你们家这一块的影子会非常差,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再就是这边,那边是小学吧,真的是,你这孩子真太开心了,然后这是个钉子路口,钉子路口,其实, 从使用上来说,就是比如说你家来客人了,然后你家的车会停到这儿,对吧,然后他家也来客人,都会停到这儿,拐弯的时候就不好管,这是一个stop sign,还有就是害怕有些人喝多了,你知道吧,喝多了,就直接一脚油就干上来了,有这种情况,这正正的对着,所以钉子路口,基本从使用上来说是,有这两点不好, 好,我们进去看一下,那这套房子因为比较新了,16年了,然后位置也都比较好,所以52万5价格合理,但我认为偏高,就在这个位置是合理的,但是52万5在这个位置,这个户型我不太会买,但这个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反面教材,首先第一个,他这边有采光,他还是聪明的, 你看啊,我看啊,对,这边层高感觉很高,是吧,比较舒服,啊,门,baseball,都还蛮漂亮,是吧,这是5寸的,这样过来,好,左手边,这是,这边有三扇窗,这边有三扇窗,所以你看,他的书架高度就到这儿,啊,这样过来, 这正餐厅,正餐厅的层高也很高,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跑步那条小路,啊,然后这儿呢,有一个什么呢,这有一个楼梯,它底下是储藏间,所以如果我厨房在那边,我算要这样端过来,要过一个餐厅,还要过一个楼梯,这个感觉有点,啊, 有点不是特别好,是吧,然后再过来,你看我们一直在什么呢,我们一直在被这条走廊限制,这感觉是一条呼吸的通道,有那种感觉,让我想起来了,是吧,老上海的桶子楼,是那种感觉,他,你看一直是只有一条道,然后他这个在两侧,他不开放的感觉,啊,不是很开放的感觉, 然后这个楼梯,因为它是这样的梯,所以它比较陡,这个角度会比较陡,再过来是客厅,啊,客厅采光蛮好,但是,他为了要,从这儿开始有二楼的呀,所以二楼上去,这上面就二楼的厅了,所以他整体就不是整体开,开放那种厅的那个空间感,就要差一些,啊,然后客厅和厨房挨在一起,厨房柜子还蛮漂亮的,德州人喜欢这种做旧的, 台面就是普通的台面,没有升级过的,啊,这些灯,所有的灯,他应该都是升级过的,啊, Kation A,这也是Kation A的一套,这应该是键商送的,啊, 他的,这个柜子,啊,还行,这砖也蛮好的,这砖也蛮好的,所以说加了把手和不加把手,是吧,就不一样,而且做旧的感觉要高级一些,一个颜色的那样弄上去呢,就, OK,厨房就这样子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一下厨房, OK,然后这边是洗衣房的车库, 嗯,洗衣房,所以这个洗衣房,它这是好用的,那是红干机,洗衣机,你想再加个洗衣机,然后做一个水管过去就好了,然后这边它还有水,是吧,还有柜子, 这道车库,它是说是三车库,但实际上是两车库,然后它的那个热水器是,是两个,就像咱们国内的燃气热水器,不是储水式的,啊, 嗯,所以虽然是三车库,但是这个就不太好用,是吧,车子要挪一挪,滑融道, 对啊,搬箱子,燃气室的热水器,我没用过这种,但他们说还行,嗯,同时洗的话不清楚,啊,同时洗的话不清楚,啊, 应该还可以,美国的这些,都是比较猛的,啊,这是自动的,感应式的,就不关灯了,好, 然后你看这个门也是高门套,但是它是假的,这个不是石墨,这都是假的,啊,就是你,反正钱没花到嘛,就材料会差一些,啊,好,再进来,半个厕所,在这儿, 就是一般情况,如果不是特别那个什么,我们不要买这种,就是厕所底下是木头,它铺过来一定好看,但是你指不定,你住这个房这些年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弄到水会很难弄,如果这个坏了的话,还是要再全部换,还不如前面就把砖铺好,啊,OK,啊,再进来,煮我,啊, 所以你看,主卧,主卧,你感觉对着后院,这个窗子可以打开,有fence拦着,但是,也是,反正你在小区里面,它比较密集,所以,它的那个,对面也都是人家家,它的侧院,实际上是它的后院,啊,这个没有主卧,没有吊顶,啊, 再过来砖,镜子,这就没有高低了,这一坐下来,其实这个台面还是蛮高的,啊,两组四个头儿了,这边贴砖,然后贴马赛克,啊,这边也挖下去,这个站立是淋浴间, 虽说是高门套,啊,虽说是高门套,啊,虽说是高门套,我感觉这个上面这个漆刷的感觉只有底漆啊, 虽说是高门套,但是因为它是那个,是吧,很薄啊,很薄,都是空的,里面,就跟咱们普通门是一样的,就跟那个, 40万,30万房子门是一样的,只是它那个加高了,啊,一帽间不带采光,但是比较深,啊,OK,主卧,所以你看它的那个, 你看它的那个,你看它这个后院,它是这样子的,是吧,我出来看一下, 老王,我在烧烤,老王,所以它为了保护它的隐私,它种了一圈布屎,等到这些布屎能把你挡住的时候, 我们也该把这房子卖了,这边还是这边高,你看这边高,但是它这排水,从这排出去,往那边走了,啊,就这样,我们到二楼去看一下, 洗衣房,洗衣房带那个,带窗,好,再过来,往上看, 上的时候感觉还行,就下来的时候,你看, 这跟那个镜头也有关系,啊,它折了一下还是不错,有些就是30来万的房子,它不折这一下,我那太猛了, 好,上来有缓冲,是一个大的living room,再套一个电影院, 好,电影院在台阶上,可以在这儿,约会,到时候,家里的孩子就会把他女朋友带来了,这是在美国,你还不能问,是吧, 好,再到这边来,这也是三个卧室在一起的,你看啊,楼上这个,这个bathroom是给外面的人用的啊,和一个卧室, 然后剩下两个套件,一般情况是,这个灯他自己做了,他这家屋主吧,以前把所有的灯都换过一遍, 但可能有些,可能这个灯有些不符合胃口,二楼,二楼也是全部都做成这个了,如果他升级啊,他是这样,这没升级啊,如果升级就这边就会全部换成铁栏杆, 他如果没有升级就做成一个墙啊,好,再过来,这是一个卧室啊,这个吊扇是他自己安的,好,然后这是第三个卧室啊,然后再配这个灯,好,建商送灯泡啊,真的是, 这是淋浴间,再过来又到这个卧室,所以这个,他两个洗手间都是向外开放的,其中一个是独立的洗手间,其中一个是个洗手间,还给那个卧室可以当套间用,把这个门关上,他没有单独的洗手池,如果按道理来说,好,这边你再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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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击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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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这个卧室你用那个也行 这个也行 反了两边 这个洗手间是个独立的 所有的 你在美国很难受骗 所有东西基本是一份价钱一份货 你看个十个二十个基本就明白 哪怕是户型相近的 当然户型是占地是最大的 就是级别的划算 那如果级别相近的 那剩下就是用的材料的问题 所以这个户型现在就实际上这个位置比较好 如果换一个位置 他就不是五十多万 就变成四十多万了 为了配合五十多万 就是当时建设的时候 他肯定想卖了五十万 那为了配合他 他的橱柜是做的要漂亮一些的 橱柜 厨房 然后家电 这是做的漂亮一些的 然后地板一定要做成这种Hardwood的这种地板 然后再剩下的结构的问题 他没有办法调整 就没办法 还有就是你看他当时做的是三车库 是吧 他不要这个车库 你不要这个车库 这边是不是又可以多一个卧室 或者多一个大的空间出来 现在是如果他不要这个车库 假设他不要这个车库 这边就完全可以做成正餐厅 然后厨房从这样过来 正餐厅这样过来 然后他把这可以做成开放的接待厅 整个这块就更漂亮了 他做了多了一个车库 而且这个车库还是伸着往里的 所以这个第三个车库 第三个车位从这过去 从后面过去 他就把这个位置给占了 哦 这还不是第三个车库 是第二个车库 对 厨房 厨房后面 就是厨房可以往这边推了就 厨房往这边推 这早餐厅就出来了 反正总之 这个是设计的问题 这个作为一个反面教材 或者作为一个案例 有些人喜欢这样房子 就是我也没说他不好 就是我花的这个钱我觉得不好 大概就这个意思 OK 更多信息可以关注 欧翔美国房产咨询 加我的微信 欧翔US001 感谢大家听我在这戴着牙套说不清楚啊 大家忍受一下吧 好 就这样 小区环境很棒 我知道你们在什么加州啊啥 这些房子都得一百多万啊 所以加着四块钱的油 是吧 好 那就来吧 我在达拉斯等着你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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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